如今 欧亚非得不少国家都已经和华为签署了5G合同 只有大洋洲显得有点不一样 对此 华为不久前关闭了在澳大利亚 耗资6000万美元建立的研发中心 没有华为参与的澳大利亚5G建设也近乎停滞 有消息指出 在过去一年以来 澳大利亚悄悄开始建设5G网络 可是没有华为的帮助 结果不是很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 华为发出友好信号 称不打算退出澳大利亚 只要该国需要 华为随时准备向它提供5G上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 截至7月底 华为已经获得超过50份5G合同 发货基站数量超过15万所 目前 在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 进行了华为5G网络测试 消息人士称 华为目前在俄罗斯 已经设有多个研发中心 华为似乎是在用行动表明 华为可以没有澳大利亚5G市场 但是澳大利亚5G市场缺少华为 却将损失巨大 环球热点 财资世界 大家好 我是Becca 快点击关注我们 了解更多财富密码